了不起厉害当代的福尔摩斯 能称得起这个称号 在世界范围内也寥寥不及 其中就有一位华人 单起这个当代福尔摩斯 这六个字是当之无尊 这个人的名字叫李长运 可能咱们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对这个名字很陌生 因为这个李长运是美籍华人 他破的一些大案要案的 基本都在美国 所以咱们这边呢 有好多人对他了解的并不多 但是李长运确确确实实断案如神 被称为华人里头的第一审判 他断的案子能到什么程度 有的人说李长运断的案子 甚至能改写美国的历史 有人说这有点夸张了吧 能到这程度吗 你听我跟你说说 他破这些案子 你就知道李长运 他的影响有多大 再随便说几个啊 1993年 有这么一天 李长运在家里面 突然接到了白宫那边打的电话 白宫啊 就美国政府 给他打电话 干嘛呢 说李博士啊 李长运呢 是康列丁格州 刑事剑事中心的主任 就跟我们现在啊 某个什么司法监定所啊 私人侦探所啊 和这个类似的 就属于那个非官方的 但是协助官方破一些案子 这样的机构 李长运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 这白宫给他打电话 说李博士请你过来一趟 干嘛呢 我们这有个案子 连FBI都弄不了了 FBI是什么 咱不少朋友看过 好利物片都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93年克林顿刚当时总统不长时间 朝野上下有喜欢他的 有不喜欢他的 有支持他 有不支持他的 这个事一旦处理不好 那就直接影响到 整个美国政府 他的执政 甚至改写美国的历史 因为美国总统 我们知道 美国的掌舵人 这不一般 所以李长运到这来 一看是这么个案子 他也感到脑头 不好弄 事关重大 而且李长运觉得 这个案子呢 特别特别棘手 第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案子政治性太强了 弄不好 克林顿呢 总统的坐 还没等污热了 就得被碾下去 而且这样被碾下去呢 美国整个上下下 这么些年当总统 除了肯定迪 中间被刺杀了 这是个意外 另外就是 李克松 因为水门事件辞职 反正你中间 要认总统 要下台了 不干嘛认期了 可以说美国方面 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人无头不走 鸟无头不飞 费乱了 所以这个案子 干系重大 他觉得不好弄 第二个呢 他感到很生气 你早跟我说 你让我第一时间 能够赶到案发现场 我看看这个人 死的时候状态是什么样 结果李长运来的时候呢 这现场已经让 美国联盟调查局 还有些警察呀 都给破坏差不多了 又取证了这么那么 把现场给破坏了 咱们有不少朋友 看过些法案边知道 保护案发现场 第一案发现场 是最重要的 你要把这个给破坏了 好多证据就无从找到了 说李长运对这个也很不满 你早告诉我 让我早来 但是这个案子呢 他既然接了 他就得尽职尽责的 琢磨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经过 大概有半个月左右的调查 李长运拿出一个 二百多页的调查报告 说这个文森福斯特是自杀 很多人看了这调查报告都服了 说这李长运真厉害 无懈可击这个报告 当然这个中间经过很多波折 什么波折呢 李长运是怎么判断 这福斯特是自杀的呢 福斯特死的时候呢 是枪啊伸到他嘴里边 战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摔得挺老远的地方呢 他要自杀的话 砰一枪完事了 那眼镜怎么扔那么老远呢 是不是有人之前跟他搏斗过 这是他杀的 李昌一琢磨可也是啊 他试了几回 就做了个模型样板 就这种方式枪打进去 有可能 啪 这个爆发力 造成死者的眼镜会 被震出去多远 他试了多少回 根据这个角度 发现完全有可能震出去 那么震出去了 可有一样 这个眼镜是必然得摘上死者的陷阱 如果他要自杀的话 一定会是这情况 所以赶紧找那眼镜 现场肯定有收集物证的 赶紧找 这上应该有鲜血 可找了眼镜 李昌一啥的 刚刚就就是没血 再一调查 可把他起怀了 怎么呢 联邦调查局有个警察 在第一现场 发现这眼镜的时候呢 他想取眼镜上一个指纹 结果他粗织大业 也没戴手套 眼镜上的指纹 跟自己的指纹 毁一块呢 整不出来了 他怕上司骂他无能 就搁水 也被眼镜洗了一天 就把自己指纹也洗掉了 你说就这么一个细节 毁坏了多重要一个证据 他就把李昌一气的 这是多么重要的证据 但是李昌一没有灰心 他把这眼镜拿回去 他发现呢 那个警察呀 真是干啥都不专业 连洗眼镜都没洗干净 怎么呢 我们这戴着眼镜都知道 这是眼镜片吧 下边这眼镜棱 这不有个槽吗 他这个水 虽然冲洗眼镜片了 眼镜片是有 那个死者的鲜血 他冲到这里边 这缝子 他并没有擦干 从这里边 他摘出来 死者的一点点的 鲜血流下的粉末 然后就根据这个 做DAA对比 发现 确实是死者本人的鲜血 通过这一关 这才证实了 福斯特 他根据这种现状 倒地的姿势 还有这一枪开的 证明他是自杀 而且找到了福斯特 生前写的日记 说明他工作压力特别大 扛不住了 他精神有点分裂 才自杀 所以等于李昌玉用自己 丰富的经验 援博的学识 这二百多页的调查报告 说服了所有人 把柯林顿给摘出来 你是清白的 咱假如说这个事 不用说说是 最后就说 冤枉柯林顿是凶手 就不清不白的把案子撂着 柯林顿都受不了 那天天嚼舌头得有多少 而且柯林顿支持率 可能会急切下降 没准受不了这压力 柯林顿中间有什么意外 那可能美国历史就改写了 民主党共和党 当时的对异博弈状况 可能就改写了 有可能后边什么布什 奥巴马都上不来了 这都说不准的 所以你说李昌玉这份报告呢 改写了美国的历史 这不为过 那经过这个事 咱们知道 柯林顿那得对 李昌玉千万谢 谢谢你还我个清白 没你我就完了 可是没过几年 这柯林顿又恨上李昌玉 为什么呢 李昌玉的调查结果 解除了柯林顿的嫌疑 让他稳坐总统之位 但是柯林顿没有想到的是 几年之后 还是这个华人神探 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这李昌玉算跟柯林顿干什么 接下来又有一桩案子 找到李昌玉 什么案子 这事是1998年 我估计咱们不少观众朋友 会知道这事 什么 柯林顿和莱文斯基有染 这个事 我们说的一开始 柯林顿不承认 我跟这白宫十一生 我们俩没男女关系 死咬着不承认 后来柯林顿的突然间 180度大爪腕 认错 道歉 我不该撒谎 他为什么转过弯来 还是因为李昌玉 这咱得从1998年 柯林顿出事之后 说起 1998年这么一天 李昌玉早晨起来 拉开窗户一看 自己住的楼下 飞机大炮 长枪短炮 我指什么 摄像器材 家人 一帮记者等着他睡醒 干嘛 钱管他 李昌玉就乐了 你采访我干嘛 李博士 你知道柯林顿的事吗 我听说了 我说跟白宫实习生 男女关系们怎么的 没调查 您不是神探吗 您给断住了 而且以前柯林顿事 您给发过忙啊 我估计这事 您肯定也没清 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李昌玉就乐了 这我没去调查 我怎么说 再说 我调查上次那是杀人案 这男女作风的案子 我管不着 跟我没关系啊 跟我没关系 我说不了 说不了 说不了 哎 把记者打不走 钱脚打不走 接了个电话 哪来的 白宫电话 李博士还得麻烦你 到黄尔顿来一趟 干嘛 我们这有案 什么案呢 这是国家机密 先不能跟你说 什么弄得这么神秘 李昌玉当时都没往柯林顿 这事上想 国家机密 这是怎么着 跟恐怖分子有关 跟军事有关 跟可戈伯有关 他琢磨这些事呢 哎 犹豫不定 咱也得去啊 到了白宫 到那去 白宫跟他说 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就是克林顿和莱文斯基这 你得从他俩人身上找到 他俩是否通奸 是不是有这男女关系的事 因为这个事 直接关设到 总统的诚信度 美国人是不肯放过的 你总统乱搞男女关系 你还不承认 那不行 你能不能像以前那样 还克林顿一个清白 哎 李昌玉说 那好 我着手调查这个事 当时纽约时报 登了个面画 这漫画画得有意思 说李昌玉拿放大镜 跪到地上 在地板上找东西 旁边克林顿坐到沙发上 紧张得要命 这漫画当然就说 李昌玉一来 真相要大白 总统紧张 后来记者采访李昌玉 李昌玉说 你这画的什么 报纸不好看 第一我没那么胖 我哪有那么胖 你给我画的 第二个 我调查证据说 我都蹲地上 哪有跪地上的 你跪地上地板 万一有脚刃什么的不完了 都给毁了吗 李昌玉这时候 还不忘向记者普及尝试 李昌玉经过细腻的造成 终于在莱文斯基一个碗里扶上 发现了经班 就是精子剩下的痕迹 这等于就说明了 克林顿跟莱文斯基确实有事 因为这经班拿回去 一座花样 和克林顿 对劲 所以这一调查出来了 李昌玉把这报告一处 克林顿坏了 真相大白 赶紧把争取主动 我先道歉先认作 幸亏呢 他这个道歉的姿态 赢得了一些美国人亮相 美国人觉得 这也不是什么大原则问题 男女关系问题 关键美国人恨在哪里 你有这事你别撒谎 我们怎么能相信 一个撒谎的总统呢 李昌宋当年 就因为水面事件里撒了谎了